嗨 今天珍姐介紹這個金線蓮湯 就是這個金線蓮湯 睡覺睡眠好用這個金線蓮湯 所以一定要拿一條汁魚煎香 加少許的蒜芡 要加果皮 一定要果皮 無花果 兩顆蜜棗 兩顆紅棗 這些是針對大人好些 這個我教大家煮 一個月一個星期煮金線蓮湯給大家喝 這個真的超有的 這個金線蓮這裡是乾的 一兩 現在洗乾淨了 洗洗沙 一定要加金線蓮 金線蓮真的特別年紀大的人 一個星期煮一次超好 這個質魚 為什麼呢 有魚呢 如果魚吃了眼睛就沒那麼容易蒙 幫著它 用袋子 免得噎到 小孩子大人都喝得 最好老人家有條件一個星期煮一次 放進去煮 然後放些鮮骨 放些鮮骨 放些鮮骨 一定要放果皮 記得 因為果皮是驅風的 蜜棗就好喝些 兩個紅棗 一定要撕掉核 有核的紅棗很燥熱的 一定要撕掉 五顆 五顆的紅花果 就幫它大火一點 過兩小時 過半小時就行 你喜歡兩個小時就行 耶 很多人問 為什麼你這麼好睡 認識我的人都說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湯 我一個星期都煮一次 它真的對身體有 喝得很好睡的 耶 你看著這樣煮 大火一個小時 慢火半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你自己喜歡 用一個大一點的鍋 一次性放水 OK 耶 金鮮蓮 煮的魚 OK 關火就可以了 關火了 好漂亮 金鮮蓮 煮鮮骨 湯也是 漂亮 很香的草藥味 這些很棒 這些才是健康 想人生得漂亮 最重要是喝你的湯 哈哈哈 深一點甜